以及信息 所以這個相關他為什麼會 被押走 其中的過程 我們還要根據犯險的供述 以及被害人的指證 來做一個釐清 那被抓到的這8人有主嫌嗎 我們是根據 這個車子的使用 以及 犯罪嫌疑人的相互指證 我們就是一個一個的抓 那其中還有一個是通緝犯 所以目前這些人確實都是涉案的 沒有一個是冤枉的 局長那個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 被害人他被控制期間他的傷勢大概是怎樣 現在大概就是被蒙眼 眼部有受傷 還有手部被手靠 靠住 有受傷 以上 但是不明 procedure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